六次爆炸 缅甸皇城遭到袭击 大陸现在在这个斡旋 不是双方在大陆的境内谈判 但是谈判的过程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西方媒体都说 你斡旋没效啦 军政府根本不听你的啦 照打不误啦 反正军政府跟反抗军 目前一边谈一边打 当然可能还没有 谈之后好像停火停了八天 后来又开始打 然后现在打到 这个所谓的皇城里面 曼德勒皇城 里面有个军区司令部 遭到火箭弹的袭击 总共六次爆炸声 那缅甸军政府呢 但是他的这个空袭 各方面感觉上 并不是很如意 到现在为止 上次我们讲 四百多个基地前哨 现在已经三百多个了 所以亮哥怎么看待 这个缅甸的局势 这个斡旋显然有相当的困难度 不是啊 因为你没有真的要介入 你没有真的要介入 只是提供场地 这好像美国去协调国共内战 他有成功吗 然后双方都认为自己会赢 事实上针对这种 认为自己会赢 这个协调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 比如说俄乌战争 如果乌克兰认为他不会输 你怎么协调 对不对 所以然后双方提出来的条件 大家都认为不是不足以满足他的目标 这个就没有结果了 这个坦白讲 缅甸军政府该打屁股了 你是中央政府 怎么那么烂 地方你还搞不定 那只是一个地方的军阀而已 打到皇城的这个军区思路 我就觉得 我认为一定是腐败非常严重 就是跟当年那个国民党一样 国民党事实上 有一些地方是打得不错了 虽然打输了 可是有一些人还是尽心尽力在打 可是到了后端 有一些人根本就连薪水都没领到 或者是跟当地勾结 我觉得一定有 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腐败因素 不然实在是难以想象 这个军阀的部队又不是多大 你怎么会打不赢 就表示他自己内部可能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乌克兰 乌克兰就是盗卖军火 走私 美国人北约就觉得我给你那么多 你怎么一下又用完了 就是就有这一类的因素存在 那你说这样子中国大陆怎么办 中国大陆是好像是两边都有 都有管道 可是他他干嘛 干嘛自己介入 对不对 这个就有点类似那个胡塞武装一样 中国大陆对面 吉布提他也有海军 那他要不要介入 他不想介入 所以我是觉得 主要原因就是他不想真的 有介入 那两边都 都认为自己会赢嘛 就是这样 好所以虽然中国斡旋之下 这个谈判开始了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缅甸军方开始反击 但反击的过程当中很不顺利 所以到这个皇城的 内部的司令去被攻击 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指标吧 所以今天这个讯息曝光之后 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 总共是六次爆炸 好让丽将军讲一下 在以色列的部分 那加萨地区 大家知道以色列是个科技大国 也是个军事大国 科技加军事 一个所谓的哈布索拉 先进武器系统是什么呢 就是最尖端的感应器 加上摄影机 加上演算法 其实它就是一个怎么讲 AI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人工智能的一个 一个整个的一个对接 在战场上快速识别目标 执行任务 被形容像绞肉机一样 冲进前线 精准的哈马斯一个都不留 超前的自主操作能力 引发了道德跟法律的问题 尤其是人道危机 其实这不是人道危机 这等于说全世界人类一个命运 我要特别提一个人 我很敢配他 基辛吉 大概在吉 前上个月过世 百岁过世的人 锐基辛吉 基辛吉到一百岁的时候 他特别跟所有世界人讲 将来毁灭世界的 不是核子弹 是AI加上 AI加上军事武器 毁灭人类的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AI会不会发展到最后 会不会到最后 人类没办法控制这个AI 那现在让我们觉得很震惊的 就是说以色列真的用 已经把它用在战场上 对 已经用在战场上 而且以色列我们知道 它事实上它是一个科技 尤其是软体设计的一个 很强项的一个国家 然后它的军工业其实也很发达 你看它那个梅卡瓦坦克斯 它自己造出来 它的战机F-35 后面这边加个I 为什么加个I呢 是它自己去改装美国的 这种F-35战机 只有它的国家用的战机 跟其他国家F-35不一样 所以它是军工的一个强国 也是一个科技软体的强国 它把这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 跟AI结合在一起 弄出来这个哈布索拉这种东西 问题是关键说 这会不会自己慢慢以后 为了这次的这个加塔走廊事件 它把这种武器越来越加以进化 甚至于AI会不会自己更进化 那我们以前都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魔鬼终结者》 就是未来的社会 因为人类发展AI 发展到某程度以后 它自己设计一种东西之后 它就没有办法 人类就没办法去控制它 它会反过来 企图把它关掉机器那个人消灭掉 这个会不会发生我们不晓得 可是我们现在所看到 除了以色列发展这种先进的 这种AI加上军事武器之外 我们前一阵子也看到一架飞机 就是美国F-35 说它自己它的软体设计出了问题 它把飞行员自己弹出去了 然后它飞机自己飞行 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可能我们把它当消化看 可是它如果说是AI控制 它认为你这个飞行员 你的操作 不是我预期原来设定的 要作战目标 我就把你丢出去了 然后我自己去执行我的作战目标 比如说它这个时候 去对这个俄罗斯 或谁发射一枚导弹 或者是发射一个 会不会引起误会 双方引起世界大战 就引发了世界的战争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现在不敢讲 但是我们从这几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F35战机 自己把自己飞行员弹出去了 所以它还可以飞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之前还有一次 所有一架战机 把飞行员弹出去以后 它自己飞进去 飞到芬兰 北欧那几个国家也飞进去过 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那以色列如果说 它真的是发展出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为什么后面讲 牵涉到道德跟法律 还有人道的问题 人道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其次的 是整个人类生存的问题 会不会被埃属控制 小肉机这个形容词过去也被用在俄乌战争 反正它就是一个都不留 就是极度残忍 就是完全没有活口的一个概念 整个AI感应器 摄影机 还有最重要的是演算法 最后一个人 我让基大使讲一下 这题在大陆很夯 就是日本的一个调查数据 过去一年内 日本的大片森林被购买 大部分谁买呢 中国人 面积高达202公顷 是2015年的三倍 而且几乎都在北海道 所以现在很多人用形容词 它也是我们日本的北海道吗 还是中国大陆的北海省呢 那今天我看到一个讯息 说这个日本怎么讲 啼笑皆非 这个被买了以后呢 买了以后中国大陆运回去 然后什么什么 做成棺木之后 再又卖回给日本 今天有各式各样 就很酸 不知道是段子 还是真实的讯息 但是这个确实让日本媒体也登得很大 其实北海道 在中国大陆曾经爆红过 这跟一部电影有关 这是那个葛优跟苏奇演的叫什么 叫《非诚勿扰》2008年的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时候 以前没有拍 因为它里面有个场景 就是苏奇跟葛优到北海道去度假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四姐妹的 什么一个酒馆 然后把北海道 搞得像这个人间仙境一样 结果中国大陆观光客 几年之间从5万变成60万 所以大陆对北海道 大陆对北海道有一种特别偏爱 所以既然去了中国观光客 去了那么多以后 就发觉北海道事实上房地产很便宜 很多个人去房地产投资 那因为中国大陆观光客多 所以有很多大陆的企业 也去那边怎么样 买土地 然后从事这些相关的产业 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那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 大概三四年前 日本的很多媒体 都在谈这个问题 还有日本的一个媒体记者讲 这个去年不是去年 是2016年的新闻 对 它这个最近年 对最近年 然后呢 它日本的一个记者 还写了一本书 叫被爆买的日本国土 那这本书成为畅销书 那其实你今天看日本这个国家 它最近在这个TikTok上面 它做了很多的短视频 都是介绍在日本的生活 其实我看了很多 而且都是怎么样 在日中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拍的 讲述他们在日本的生活机面 基本上都很正面 我甚至怀疑 因为我看了很多 我甚至怀疑 是不是日本 想要从中国大陆 吸引大批的移民 因为事实上 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 他们现在很多乡村的房子 基本上都空着烂着 有的还用送的嘛 用送的 而且他们这些 就第二代 也不愿意回去继承 因为继承下来的话 他还要怎么讲呢 就是说还要缴一部分的税 他就放弃继承了 因为你继承下来 你可能你要遗产税 你要用现金来缴付 所以就变成他们放弃很多继承 所以日本现在在这个乡间 不要说北海道 甚至在本州很多地方 他们这些地方的政府 为了吸引人民去住 给你免费租屋 这个房子就租给你了 可是你要来这边住 太阳心全校克肺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变航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